這邊Firebat選擇上了他覺得最難過關的崔玉德 這一場對比即將開始是看到的 Yuzik 這裡拿出來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青蛙賊 那他這邊這個手牌的話沒有什麼前期的怪 所以加上他是先手 所以這個軍器可能也不考慮了 就是全部換掉 主要是沒有一個連擊變魔術的空間 因為你畢竟是先手你還少了一個星雲幣 那應該是以全力找親王為主 啊 這裡有點可惜 至少有一個一費怪 然後三費還有船長 算是還可以接手 然後還有一回合進牌的機會 對 那反過來是Firebat這裡留了一個非常兇的 這個起手我們可以當小小定位 說不定可以當成一個反快攻的機會 對 因為他起手已經先留了兩張坑道毒蟲 然後還有一張 翠玉之華 嗯 就讓他前期如果要應對前面的小怪 就是有機會解的 他可以讓他自己的蠱蟲很 有很高的有 嗯 四五回合的時候可以直接打 做一波反打 對 然後U4這邊的話應該會選擇 呃 直接天際鍋 賺一把匕首 讓節奏上比較舒服 下回合可以出船長 拉派騎 嗯 因為Firebat這套的翠玉德的構成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他沒有放最近比較流行的 呃 玉莲陰記或者是尋找出路 嗯 他是選擇放 呃 哈里遜瓊斯跟 兩張 呃 兩張坑道蠱蟲 還有 骸骨戰馬都放滿 所以是 可以看得出來是真的很想要針對 控制套牌 嗯 來做針對 因為 呃 戰馬跟蠱蟲 都是 呃 打控制套牌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工具嘛 嗯 那 他的配置上來說 抗快就會稍微弱一點 因為 呃 玉莲 你有玉莲陰記或尋找出路的話 你可以Buff你的 快選擇 快選擇 你可以Buff你散播瘟疫的 那些異武甲蟲 但是 他是選擇沒有放這些Buff 有時候讓你的甲蟲有更了解的這個交換能力啦 就是他在 今天你對上快弓撲一撲的情況下 你是真的可以撞掉對面的怪 而不是只是擺著 就是拖一回合當冰角一樣而已 嗯 那 UC這邊的話 他選擇 他比較讓我意外 他選擇是比較 做一個最提醒的 就是做1加1了 那 他就是綁定下回合要出船長 然後繼續做傷害的加1 打一個就是 如果今天可以貪 只可以貪到最多傷害的打法 對 那他這邊的話 上回這樣打就 還是去一定會下船長 至於那個1的話 我覺得可以 不用理他 對 因為其實這個1沒有 你去換他 其實1上沒有特別大 呃 這裡換或不換的選擇 灰級可以小小考慮一下吧 因為你自己是犧牲一點傷害去解掉這個1 對 他打穩換掉當然也是沒問題 對 他打穩換掉當然也是沒問題 對 我的發在這邊 敲掉這個拿來隨手 可以 對 那 前面剛剛直接提到的就是 利用坑道奴蟲反打的計畫 非常有可能 在下額就可以死刑喔 嗯 比較可惜 其實現在 手裡沒有解 沒有其他解的方式啦 就是你下一回合 如果對咬的話就是下一隻 對 你五回如果變身咬一個之後 你可以直接下 你可以下一隻更好奴蟲 最 最了不起可能是 看優式這邊怎麼選擇 然後打一個揮擊這樣 揮擊這個可能就是最 最了不起的 那一個就是遊戲結束了 嗯 嗯 那他這邊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把這個 下回合 一 有很高的幾率是出那個 利能龍人 那這個隨手可以留著 搭配這個暗殺花 在第六回合做連擊 所以 這邊應該要扣子會比較好 嗯 好 那待會不砍 因為下回合還是有事情 會把費用打滿 就等於 綁定下回合 然後在第六回合綁定 然後第七回合 看能不能做 駭骨戰馬加壓 嗯 好 那反而被這邊選擇 招一個 呃 翠玉塑像 然後加上 第一隻的坑道爐蟲 對啦 這樣也是把水晶打滿的 做法 然後反過來是 Useek這邊 相對棘手 因為是剛好在五回的時候 坑道爐蟲就已經壓到場上 而且手底是沒有零費的東西 可以去讓自己的二級屠殺者 解決掉對面的坑道爐蟲 這邊他有另外一個選擇 因為他右手進了船長嘛 是可以選擇把場面全解 但是 但這樣的話下回合暗殺花 沒有辦法連擊 嗯 所以他還是按照原定計畫 因為利能龍人給壓力也是夠大的 嗯 對 那這個加到這個 一二身上還不錯 嗯 就至少他不是一個 天天技可以直接補掉 然後這裡對裝之後 你可以再更新一個蠕蟲下去 對 可以看到蠕蟲 的威力 在前期 如果你就拿他手上的話 威力槍讓他打 對 那他這個阿雅算是神抽啦 嗯 對 也剛好打滿這一回合的水晶 而且 阿雅本身死身的特性 所以讓他 呃 比較容易留在場上 讓你下一回合包含 你這一個骸骨戰馬 有 很高機會可以 對 可以搭配 對 我怎麼有一種 現在誰才是 那個 親王節奏賊的感覺 真的 德魯伊才是 這個親王節奏賊 下回合是 有Fibber先做出骸骨戰馬 嗯 那 Yosick這邊的話 這裡是不可能全解啦 因為你 敲開那個阿雅之後 裡面是一個 四四花 四四 翠玉魔像 對啊 麻煩 可以考慮解一個 解一個 解一個3-3 這個阿雅我是覺得 你不可能去動他 因為你解了之後 他等於下一個本體跟阿雅的體質 差不多了 就是考量點就在於 要不要 用 水手加天神器 解掉這個3-3 然後 搶點 我們可以說 降一場攻而已 對 這樣做有個好處就是 可以更確保 下回合自己可以做出 害不戰馬 嗯 你先選擇對自己做 有利一點的交換 嗯 Fibber這邊會有這個成長 其實不見得不好 就是下回合可以做成長 然後就可以跳到 終極瘟疫 那這裡應該是 先撞開吧 然後 再把戰馬騎起來 嗯 這是一個比較穩的打法 因為 這樣的話可以防 防一手U-sick有暗影閃現 嗯 尤其是他現在離 收掉U-sick還有 一大段的距離 嗯哼 喔 這兩個選擇 因為如果你先撞二級突殺者 就是先撞暗殺花的話 就是可以防暗影閃現這種情況 對 如果這裡一個暗閃 傷害非常非常大 對U-sick來說 最好的就是要抽到暗閃 嗯哼 來看一下這裡 可惜 沒有抽到的情況下 34567 可能只能 就只能再 跟著加一個戰馬 然後換掉 全對撞吧 對 你今天這裡戰馬騎 任何一個就是 場攻算完會直接全部撞掉 是跟這個八八魔小換掉 然後檯面上兩邊都有一個戰馬 這樣子變成U-sick這邊 最後的取勝手段 可能要看 炸擊吧 就如果你今天想要偷死對面的血量的話 因為 現在Fivey下一回合很有可能是 先看禁牌 那最有可能戰馬兌換走成掌 然後讓你 你可以 直接再下一回合 就可以終極瘟疫兩發 直接打出來 但你不會願意去吃這個傷害 對 因為這樣子炸擊就是斬殺了 所以 應該就還是 如果我們所說打成掌兌換之後 變臉拉一個盾 因為你下回合就可以打終極瘟疫了 所以你其實沒有特別在意這個 五五的骸骨戰馬 這時候存活下去是比較重要的 就重要的是只要撐過這一輪 畢竟你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後期的套牌 就相較之下 相較這個快攻 我們說這個偏中速的吹率算是一個比較後期的套牌 尤其是現在的 青王者已經 已經慢慢 因為坑道如蟲有關係已經把所謂的凱恩 烏鴉王 這上一個版本我們會放比較大的 後期的高質量怪拿掉了 所以 這邊的話 沒有什麼是 幾乎沒有什麼怪是 終極瘟疫解不掉 除非你是營火加害武戰馬 這種比較罕見的 的combo 對 而且這一場我們也知道 就是你的青王是沒有跳過的 所以不會有我不能處理的情況 那像現在Useek的任務應該就是 最大化傷害 對 然後下回合下一個戰馬 因為他還知道 Fireback上回合打成長 很免疫的這回合 一定有死費的終極瘟疫 不可能你今天成長打完之後 先不論成長 就是你左邊巴費都不能出這件事情 應該是很罕見 對 然後Fireback這邊雖然抽到 散播瘟疫看起來很不錯 但是 通常 面對這種情況 就是想一想還是 終極瘟疫 對 我先把牌過起來 我到後面有更多的彈性 而且像這邊 我拿到了一個空瘟 我空瘟下去之後 重置我的法力 我一樣可以做更 我可以做更多事情 對 而且還佔一個七七在台面上 然後現在就等於是 進入到了這個W的節奏 W可以開始打擊反攻 一個終極瘟疫可以直接把他卡叉 這也是這張牌 令人羨慕的原因 是 十費可以醜五張牌打五戰 五點護甲 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 又是這邊 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 還是要下這個第二個害武戰 然後要做 要強烈 應該是要強烈 對 因為現在你去打 已經不可能在那個 手牌優勢上打回來了 嗯 嗯 那這個刀也砍了 因為 手牌的話 下午可能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拔刀的 老師你可能還要 塞一個 對面沒有嘲諷 這種前提 讓你等一下抽炸機 或者是 抽直傷的方式 可以直接收掉對手的機會 對 對啊也包含你今天 虎爛海賊 虎出什麼東西 有辦法讓你贏 其實發呆這邊壓力還是有點大 那不管怎麼樣 先下困人吧 嗯 主要是這一回合被搶 這一輪是血量 這個 相較之下還是有點抖 看一下這裡是 我比較直觀的看是 戰馬 加在這個五五上面 然後 可能打一個憤怒 然後留對方一個戰馬 嗯 這樣的話 炸機你還不會死 一張炸機你還不會死 嗯 應該是 最舒服的解法就是這個 其他解法都不太舒服 該怎麼說 鐵五 撞六七 然後把二三點掉 對 然後你 你這個 食屍鬼 這個嘲諷怪 還是可以串掉他的戰馬 好 那這邊 UC只要抽炸機就贏了 是很有夠 有一個獲勝的機會 對 你這裡可以炸機均7之後 連接兩隻打 那 范克里夫也不錯 至少是一個六六的怪 雖然沒有直接贏 但是 你還是在檯面上 有買到機會 很大的壓力 嗯 嗯 嗯 兄弟位 將獲得勝利 那 Fiveback這邊必須要用 那個 散播瘟儀來 來 來 來阻止這個 奇殺龍 嗯 那我們看到UC的牌組裡面 是沒有配置人血 所以他 他真正能做的 紙商爆發就是炸機用者 所以他現在能 額外打出的 機會 一個是炸機用者嘛 一個是看他虎爛海賊 虎爛海賊 因為虎爛海賊算是 我們昨天有在討論 就是現在的牌組 其實 嗯 我們說能說故事 故事的機會越來越少 已經 沒有了 這一次沒有任何的任務法 所以我們不能說今天 大叔開了什麼情況 所以我們理論上只能期待刁文 那剩下就是盜賊 今天你 依照對面的職業 你虎爛海賊 虎一個什麼東西 可以讓你 在這種 劣勢的情況下 翻盤 對 這個揮擊 我覺得會比較 那個 陸葵好好 因為 交這個揮擊的話 炸機是沒有辦法收掉你 尤其是神兜炸機 因為現在在綁的就是神兜炸機 嗯哼 所以這應該是揮擊打掉之後 兩個 把牆踢掉 來看一下這裡 Useek最後的 兩回合努力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把他架回去 其實他這邊兩個戰馬 已經用掉的情況下 我 好像 真的我覺得抽最好的 其實真的就是虎爛海賊 嗯 去買一個夢想 對啊 虎爛海賊有 非常非常高的機率 收到這場對局 你可能可以拿揮擊的 你可以拿新火術 對 那這邊的話抽暗閃也 也還 勉強可以接受就是撞撞 然後加一個18範圍 收尾戰馬 重置你的檯面吧 對 還是他想要 等一下我們先算一下 不行他一定要暗閃按吧 嗯 這回合這個動作還是要做 不然的話 檯面上 呃 我在算檯面上乘個13 然後天生技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 基本上這一個 在 至少架起嘲諷 寶物事情這件事情 你還是要做的 是 好 然後輪到fireback的回合 嗯 其實他這邊 我覺得可以打終極瘟尼 嗯 這爆牌不重要 對阿18解掉 然後你直接再 再用一個總統你問你打 對 對阿這樣子 8滴血理論上不會輸 呃沒辦法 沒有 沒有 沒有就是你 你加上偷的情況 然後 你把刀的傷害砍掉 7點應該也是 也是沒有辦法解 沒有辦法收尾的 這樣 唉呀 防得好 嗯 上來有的fireback 計算的正確 然後打的終極瘟尼 沒有錯 一傷之差 好我們 設想一個情況 如果他今天 有沒有 炸雞姐也是一血 就不管對面fireback 任何一張手牌 但是 你炸雞撞掉一個是一血 也沒有辦法贏了 對 因為你的刀砍等於對面天際的血量 你必須 忽然海賊 忽到什麼才能贏呢 你應該是沒有辦法 所以這邊又是一個選擇 投降 所以你fireback的是崔玉德先下一層 拿下1-0 拿下1-0 這對於fireback來說是一個很重大的勝利喔 因為我們賽前在評估就是他知道崔玉德是最難過關了 那已經先取得先過關的話就等於他取得一個很大的優勢喔 也算是不錯 因為他前期 第一個是崔玉之 呃 還不是崔玉之化 是成長有先長一次 然後接下來是兩個蘆蟲 對那等於是這個對比裡面影響檯面最大的關鍵 他五回的時候跟了一個崔玉樹香跟了一個蘆蟲 在準五回的時候 其實U是一個為了解那個蘆蟲花了蠻多的資源 是而且六回的時候他抽的阿雅是最強的戰場生物 然後再下的第二個免費的蘆蟲 然後外加上最後八回的成長可以讓他準時 也不算準時就是 再早一回合可以打出終極問題 要不然其實以fireback自己的血量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我們看到最後一回合是一滴血 就差那種一滴血會結束對局 所以可以看到兩邊也是精彩阿 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接近 呃 這要說有點尷尬的大概又是個中期的禁牌吧 就最後禁了那個暗閃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信還是不信 就是他可以幫他多擋了一回合但是 如果說不定是個虎爛海賊可能 可能有時候對阿可能是一個揮擊 然後對阿就可能直接獲得勝利了 這比較可惜 但他也是沒辦法 但也是他不能控制的嘛 嗯 畢竟是他的禁牌 我畢竟這種就這樣嘛 就是看過 看過前面青王暗閃青王的這個賊 跟看沒有青王的版本就覺得這個賊 似乎是有兩種套牌的感覺 那fireback這邊我想他 他選擇 我以為他會先上牧師 然後他還是繼續跑比較難跑了 他上了秘密法 好現在來到這裡的第二把 fireback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法來追上Usyk 再度拿出了這個青王賊 他fireback這個手牌我覺得可以全留 好強喔 就是一個一回可以打一個小弟加秘密 然後坑道如同在這個對戰是相當有用的 嗯哼 那Usyk這邊的手牌 反過來 反過來是Usyk這邊輪到那個後手 對 而且可以看到起 范克里夫這件事情 對范克里夫是一定會留的 對 那暗閃要換掉 那就是 看這個均勢他會要不要留 以這個對戰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 因為是前期搶檯面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戰鬥 所以均勢的話 他兩體傷害常常可以造成很大的影響 他也是一個結場戰場的概念 就是像麥迪文的使者 他選擇連暗閃都留 那就是做一個超級大範的功效 那第一個就要直接先Bew范克里夫了 對 對 但反過來就是對面的這個 秘密一蓋下去就會 影響了我們原本原定的這個范克里夫的計畫 因為包含 你會遇到幾種情況 如果 難怪他留暗閃 可以 玩得不錯 真的玩得不錯 但是他留暗閃 這隻青黃是回不來的 是 但從他的視角不一定嘛 對啊 因為FIREBANG的秘密種類是有四種的 嗯 對 他還有一張變陽藥水 有一半的機會回不來啦 因為五張秘密裡面兩張爆炸 兩張爆炸符文一張變陽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你要暗閃這個青黃 你會不會先去試一下水溫 是 以機率上來講的話 因為你如果先試的話 你如果硬幣的話你就會知道也不會是法犯 所以 嗯 機率就是三分之二這個青黃回不來 沒有就是他下一回合要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要先就是硬幣一打然後再做二按三 所以我會覺得他這邊可能 就是先出水手 會比較好 嗯哼 先去測一下 因為爆炸符文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嗯 因為這是FIREBANG唯一放滿的兩張秘密 嗯哼 對然後你這個 你這個派起來 就算是爆炸符文你派起來 就可以解掉這個而已 嗯 嗯 沒有其實我原本想要不要下一回合撤的原因是 對面有可能疊秘密 就是如果今天他這裡刁文 再刁一個再蓋上去 你等於人山要重撤 可是他法力不夠 秘密是一費 不是我說 如果或者是如果再被小 或者是小弟一下那個 嗯哼 好那這邊他 剛剛撤完了嘛 所以可以清換暗閃 就至少現在對面頭上沒有東西 穩了 真的 好現在這副套牌 又跟上剛剛的節奏了 是 對 感覺跟我們第一局兩個K層對打的時候 也是兩邊棄手都很好 嗯 然後另外一邊的賊 也都有那個清王暗閃 嗯哼 反而這邊還是把節奏打滿 那UC這邊的話 可以先用硬幣測一下這個秘密 看是不是法反 嗯 嗯 不是只有 喔沒事 我眼花了眼花 太多選擇了 喔他現在選擇被刺 被刺測 錯了沒有觸發 那就是冰箱或者是便洋藥水 其中之一 或是也有可能是第二張爆 爆打符文 嗯 對 人就 無禮物中 好 這家伙 好這裡非常漂亮的是拿軍機撤掉對面的 變形藥水 對於前面的兩個秘密應對都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尤其一回的那一個撤我覺得是 至關重要 如果你真的要打成 這個 兩次清王的清王賊的話 這件事情是必須的 好 反而被這邊 嚇出坑道爐蟲 尤其這邊能不能抽一個 喔 唉唷 真的來了一個暗殺花 終究了也是有點特異功能的 真的 最好的解答 對 直接站一個556 甲龍獸探員帶暗殺 喔 唉唷 喔 也是跟得上 也跟得上 對 反而被也拿到了他最重要的一張牌 讓他這邊 他這邊就可以火球 解掉這個暗殺花 嗯 這張牌 下回就可以掛武器喔 原來現在可以選擇把傷害拿去解怪 有幾個重點 當然第一個是因為這個56 相較之下 傷害是很高的 第二個重點就是 他已經有壓迫你也是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的 你的 無盡彈藥的來源 對 好那 UC這邊 可以考慮把 被刺自己的 擦掉 清王然後 換兩張牌起來 你是需要這個兩張牌的喔 兩張生物回來了 好 4-3拿來隨手一下 壓上去 反而被這邊壓力還是很大 但是 還是 只有牙魯烈絲這個打法 嗯 就準六回滿的話一定是牙魯烈絲 看來不能拿一張狐人之間傳送門 可以在下回合出 結場戰場 好 等一下 那尤其這邊 蘆蟲跟四者 其實四者也不錯啦 可以點 對 真可疑在這個 船長的buff情況下 他現在場上是沒有東西點的掉 這邊清王暗閃的buff的效用 又可以看出來 再次看出喔 檯面上已經是設定好 下回合擊殺了 嗯 這邊發來被 勢必要蓋冰箱 嗯 他基本要走那個一三 然後 可以解掉一個五四 二的時候天天氣點吧 嗯 不過其實 今天解的也是開冰箱 對不對你就算解掉最高傷害 檯面也是四點 對 但是 不解的話 強烈也是不實際的 呃 所以 還是不需要去解怪 嗯 跟剛剛過貼一樣嘛 一樣是要看有沒有 鴨龍烈絲去照尾雕紋 對 又回到了這個 看雕紋的表現 對 好 三張牌 有 眼睛看到的雕紋 下來看一下整體 果然海賊拿到的 不錯 拿到的一個額外的直傷 對 可以 發回 他這邊可以出 先出精靈說唱來看看 呃 因為這個秘密不是 要嘛是 要嘛是法反嗎 要嘛是冰箱嗎 嗯 太多選擇了 還是他想要 我在想他是不是要射 因為其實一血破兵的意義不太大 這邊一血破兵的意義不太大 這邊一血破兵的意義不太大 對所以我覺得 先出說唱人是比較好的 對那順序上的話要先把頭 然後戳一下之後 射定在你 如果 會發生頭被冰住這種情況的話 你還是可以寒冰箭直接收位的 對啊 所以不用特別執著於一血破兵 反而是把海冰箭留著做 呃可能台面或 台面被冰住的時候 可以再做幾殺的動作 好那反過來就是看 現在 雕聞這里的發揮了 對 來看一下世界冠軍的雕聞 Undo 真的是世界冠軍 不好意思 平常天一打完對面雕出一個冰箱 TOWER CHAMPION沒有辦法 人家真的是坐在這裡的 但其實還是不好打還是非常難打 但是至少 我覺得只要有買到回合 因為你就有機會 那秘密蓋完之後可以做一下結場 其實好像沒有什麼意義 強臉的話是可以逼對面來撿 對 對 因為現在好處是你有一回合一定不會死 對 但對面要擔心他會死 因為我現在其實場攻速很高 而且我一直在拉牌 一直在拉牌 現在換Useek這裡緊張 一口氣累積了很多檯面 真的而且 在解怪之前還要先想的是 對面到底看到咪咪 到底開到什麼咪咪 我想想 但其實你最害怕的就是 就是冰箱而已 對 因為只有冰箱的話 你不會這回合不會贏 因為如果是冰甲或冰箱 如果是 如果是冰甲跟法反會不會有 不不不不 當然打對你直接全打還是會贏 對打對還是會贏 但是 但這會有一個你要計算的空間 對 那這裡有刀他可以用刀摸 考驗Useek這邊 怎麼去拆解這個秘密 嗯 你刀摸冰甲當然還是贏的 因為你一定可以直接打算 喔這裡先敲出來還是確定 第一個一定是冰箱 對 那趕快解場了 對 對 嗯 現在這裡時間 你就告訴你 現在趕快 必須要把這個場面的 傷害盡可能的壓低 欸 幸好這裡是一個 滿血的暴力 五分之一 臉上是不用吃傷害的 你就不知道這個 爆炸的結果 有沒有影響他這裡解場的順序 那 可以 算做得還不錯 Useek打完之後 自己的血量是來到了 14點 14點 火門 寒冰箭 火門炸雞 寒冰箭 要演得這麼完整才有辦法 對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想Useek可能就 不打 你說今天宣布退役這樣嗎 對 就剛剛有個680 隨便啊 好 火門炸雞 寒冰箭 而且你剛才已經 雕紋發現到 一張額外的冰箱 真的 真的 就9費14點斬殺 欸 9費14滴 這個 這個故事我怎麼好像聽過 好 好 這裡很可惜 這邊只能選擇投降 恭喜Useek成功搬回一城兩邊 贊成1比1平手 你覺得Useek有沒有抖抖的 嗯 肯定是 肯定是有害怕的 對 好 好讓他的 倒賊過關 成功倒賊過關 成功倒賊過關 也是前面那個應對啊 我們從前面提到的是 雖然你已經 你右手了一張青王 但對面蓋秘密的前提 如何應對這個秘密 尤其對面還多一個便洋藥水 對 對一回打那個南海水 做得非常蠻好 成功的拆解這個秘密 然後讓自己可以青王按閃 然後 加強自己的牌組 嗯 就主要是這種 對局的細節 這種地方是 呃 特別重要的 因為 這種 快攻內戰就是 一兩回合的拆 包含 當然非要被多找的一個 冰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如果評估那個秘密到底是什麼 跟你如何去 拆解對面的秘密 是真的非常蠻關鍵 就是在打秘密法的時候 對 那 這邊的話蠻有意思的 兩邊要怎麼選擇出這個職業是 蠻有學問 因為其實 雙方的卡札木 我們面對到另外一個牌組 不管是法師還是聖騎士 勝率都是稍微開小一點的 嗯 那 但是如果 他們就直接上 不想上牧師的話 如果直接上聖騎對方法師的話 Fireback是會比較去 處於一個下風的狀態 因為 法師是不好打聖騎士 嗯 對 所以我會說不管怎麼出陣 這一局的出 出戰來看 優勢應該是佔比較大的上風 只要他出聖騎士的話 嗯 這邊就來到了一個 我們所謂的 小剪刀手部 就是剛好 你今天三個戶客的情況 兩個 兩個互抓的情況 你要怎麼樣 決定你的出陣順序 Fireback是 拿出了自己的卡札木 來對上 撞到了Yousic這裡的聖騎 那這就代表 Fireback認為說 這個卡札木 去對抗這個快攻 會比 拿秘密法還要好一點 對 因為他預期Yousic這邊 會上聖騎 嗯 這個聖騎也是在改版 初期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嘗試很多套牌 比方說號召戰 比方說法術烈 但是這個快攻聖 是最早第一個打出成績的 非常非常快 直接緊一的套牌 由韓國選手Coco Sasa 創立了 對 改版第一天就在亞服上 對啊 尤其 從新卡預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集結作戰這張牌 他其實就是一張 我們以前說神秘挑戰者 是一張6費可以打出 11費價值 對 那集結作戰 基本 對 理想你可以用4費 打出 最低是3費 因為最慘就是3個1 你總不會放優光 但你也抽了3張牌 對對對 但以上的話 你是可以打出6費 而且是不用花費任何其他抽牌的機會 對 那這邊的話 起手也是 理所當然就直接把集結作戰給留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個 建立的垂直 尤其這套牌 其實又有一個 我們叫他快攻聖騎 又有一個名字叫武器聖 因為相較於其他聖騎版本 他的武器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雙正分雙那個 未鑑定的垂直 正分之刃 對 都是裝滿的 好 那發二貝這邊 呃全力的去爭奪檯面喔 嗯 就直接交了硬幣 光灰元素 然後承襲解掉這個 拿來垂直 就主要的重點就是 戰場然後存活是他的 這一個牧師今天在對快攻的時候的重點 他非常清楚 在U-SIG套牌裡面 這一個回合 他是絕對解掉這個光灰元素 不管是飛刀手還是 原生恐狼 恐狼首領都沒辦法解掉 這個光灰元素 尤其U-SIG他的版本 是沒有帶那個小的眼力士官 就是雅謝洛的金兵 他是沒有帶這張牌的 他是配置兩個 漢谷狗頭的御主 對 就除非你這裡 你這裡唯一解決定 就是你雙金兵在手 然後全貼才有可能把這個23 裝掉 對 這次台港澳的選手 很多都有選擇使用這套快攻勝 對 那 大部分的配置都沒有帶這個狗頭人御主 他是選擇帶金兵 就是更快一點 對 那U-SIG的話還是選擇保留這個御主 這本身跟你在集結作戰翻出來的時候的 我們可以說翻出來的時候的價值 對 因為金兵本身翻出來 他就是一個裸二一 跟漁人截略者沒有什麼量 對 但是至少這個御主可以達到 一點點 額外 他算額外鋪長 就是你可以拿到 其他的小 更多的小 額外的怪 但我自己是沒那麼喜歡 因為 這套牌我們是有放滿雙神恩署的 所以 有時候會卡到你自己的手牌 對 好 那U-SIG這邊的話 可以選擇拔武器 應該是拔武器最好 對 然後選擇拔這分之類的 應該是全解吧 然後你留下自己的武器 你下一回合可以走 集結作戰 解的理由是 大概只有盾吧 因為他沒有 他也沒有放 這個 我說解掉 你說解掉這個1 對 所以他覺得他不解 好像是蠻合理的 對 就除了真元素盾之外 對 因為他也沒有放魔爪祭司 對 所以其實搶的1點傷害 是比較好 那也包含理論上 什麼其他 邊吃也不會這樣打 對 好 來看一下 欸 這裡是不是有 一點點的 對 順序上有一個問題 應該是先招 這個他真的少打2點傷害 我們看他稍微搖了搖頭 不 因為 還有飛刀手的情況 還有飛刀手 所以 可以可以理解 就是 因為你如果今天 翻出飛刀手 在左邊動中間 都有可能讓對方多抽牌 所以他這邊武器 先砍掉對方 是比較保險的做法 可是他 對 那其實是要看RNG 飛刀手是在哪個位置 對對對 如果他最右邊 他其實一刀都會打出來 他就最後一個來的 那他選擇最穩的打法 也是可以接受 好 好 這邊 這個加攻的武器厲害了 我等 依然奉戰 因為你這個正義保衛者 可以保護你的怪 那我覺得這邊 呃 這個兩攻沒有解的道理 嗯 因為其實邊吃都一樣 就是你不撞會比較好 是 差別差在 你這個正義保衛者 可以保著啦 我要考慮一下 對 就是他思考的點 就在於 因為瘋狂藥水你剛剛看過 嗯 嗯 那邊吃的話都 邊吃的話都一樣 邊吃的話就是你 對 邊吃的話打臉 打臉會比較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所以他思考完之後 選擇打臉 好 那這裡應該是 應該是拉閘 15吧 拉閘直接先下 對 手上還有個龍偶要選 對 所以 呃 面對 面對塔琳姆的話會有點糟糕 但是 也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 嗯 喔他這邊選擇防神分數喔 所以叫空腳的這個治療之幻 我覺得有一點太激進了 對啊 除天你覺得呢 因為其實治療之幻你可以搭配 奧奇奈 呃那個 奧奇奈牧師嘛 奧奇奈 嗯 對啊 又或者是他們應該是 都放佳麗陣的版本 所以可以額外去抽嘛 對 我就考慮一下 這個 我 我不太確定到底這樣做是不是 他 我們可以幫他解釋 就是他 防的目標是這樣 他的目的就是防神速 那值不值得角就有討論空間 對對對 好 那尤其這邊我覺得 要貪嗎 要貪這個 嗯 塔利姆嗎 如果要貪的話是可以這裡先 就只下孔狼 嗯 要貪的話1也扣著 可以扣著下回一起出 孔狼撞按一個 然後你到下一回合 再準時直接做叢林民眾接塔利姆 就是做一個1加6的做法 直接下的話應該是要保聖盾這個怪會好一點 嗯 他選擇不貪 直接做加壓 因為 這邊他也不怕龍吼藥水 對啊 對啊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聖盾其實在這個對局裡面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剛剛 一直在好奇這個槌到底拿到什麼 有沒有群區呢 欸 欸 有一個 哎呀 心靈尖笑很不錯 最了不起的一張AOE卡 心靈尖笑 那應該就是拿心靈尖笑 下一回合一起送回家 嗯 尤其是面對到聖騎士這種有Token的職業來說 心靈尖笑的效用更厲害 你可以直接癱瘓對面一抽的 呃 一抽的機會 包含在 像 任務法 其實任務法的那種細節對局 在 最近馬克陽的專欄裡面 他有分享到 就是到中後期 如果你今天這些東西是沒有東西 綠了 像是你的Mia學家這些 你已經沒有其他東西要找了 那基本上 你這些怪都不應該下 因為 還很有可能被刑拒 而 交換你抽到 這個 組合的機會 是 好 那輪到U4的回合 這一邊的話 可以武器解掉血法 然後 呃 全部走臉 那 考量到設定擊殺的 概念 恐狼可能還是 至少要下一隻恐狼 雖然你知道他這回合 是心靈尖笑的回合 而且他剛剛用零四看了一張牌 還故意演了那麼久 對 那 但是為了設定 下回合的擊殺 一個恐狼應該還是要下下去 因為這邊等於搶了11傷害嘛 呃 一個恐狼還是不夠 就是一個恐狼下回合也一定還沒有擊殺 就11基本對面一定會補二 因為對面 天氣這個現在是免費的 嗯 如果真的要打到設定擊殺 他是不是要 要下兩個 嗯 那 我在想他可能還是會多少要防心靈教 這個性兵就不翻了 嗯 對 不要再污染自己的牌坡 假設對方真的有心靈尖笑的話 對 好 那這邊果然 大概被打了 心靈尖笑 尤其這邊需要的是神痕鼠 看 但是牌坷剛剛被污染了 嗯 等一下 抽到神任機會 當然就晚了很多 那這邊 沒有選擇了 也就只能 背倒手 然後加叢林迷走 前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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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讓他設定現在 尤其這邊可以直接獲勝的打法 應該是 重抽剛剛的塔琳姆 對 就假設這個台還在 也不論這個台在不在 就是其實你塔琳姆 能把 檯面再建立起來一次 因為 上天四角看 下一首 比較好清的方法是龍火 再來就看火戰士有沒有其他的搭配 在這個局 我覺得還是要下 因為 能搶一點傷害是一點傷害 對 牌子裡面還是有炸雞 就是先來看 能不能先來神恩署 然後 厲害 再找炸雞 厲害 厲害 殘忍 比龍火藥水還要更好 真的 剛剛洗一隻 現在洗人 現在再洗一次 真的 抽一桌麻將在你的牌褲裡面 完美演示了 心靈間笑了威力喔 哇 哇 哦 哇 我只能說UC也是會玩 欸 師兄弟都回來了 都回來了 哈哈 可以 可以 這個 天啊 我覺得 我覺得已經算很好了 至少你也有神恩師 我覺得裸神恩真的是太厲害了 比你直接把師兄抽回來 好好好 好 那這邊 那應該是1然後按一個吧 叫兩個小兵出來 你不會有第三張心靈煎笑啦 我相信 對不對 哇 那 那 反正被這邊在想的就是 因為寫進去一張那個塔利姆守護 守護者塔利姆 所以還是要多少還是要防 所以 站在這樣的角度可能要交龍火藥水 因為這飛刀手還是蠻可怕的 就算不是塔利姆 機械作戰也是可以製造出很多的傷害 看下兩手作為 因為現在你對他手牌一無所知 對 除了他把 剛剛已經抽到師兄們打下來 你知道他手裡一定沒有栽一隻小兵 不然他這回合就會下 因為還有一顆法力水晶 所以知道手裡不是小兵 好 那是不是要打一下 直接下廢輪的話就是 直接乃滿 對 當禁咒治療打 對 一把10滴在他天生氣4滴 直接10滴24滴24滴血 確實機率上是站在他這邊的 要有塔利姆的機率也沒那麼高 這個有點看臉欸這個 4 5 6如果全撞的話 我想想 3滴是4滴不行 假設加在新兵上面然後撞一下廢輪然後 賭那個6滴的坑道爐蟲能不能飛到 我有在想幾個就是一個是天生氣飛 一個是那個坑道爐蟲飛 對 如果沒有飛到就會有點麻煩 先撞了然後看要不要賭一個 因為如果賭到的話就可以跑出飛刀了 嗯哼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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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吧 對 這樣子的話好像 沒有我覺得好像怪怪的 對應該是應該去賭會比較好對不對 因為你飛翁最後也是一樣的就是打慢 對 如果你今天先按一個你剩 你剩4費 如果沒有飛到的話 你飛刀手在對撞 那你一樣是下次可以看 是 那應該買一個有機會保住飛刀手 對如果飛刀撞到的話 那你小兵 對撞 對啊也是可以下一個減費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選擇 所以他順序上有點沒有做好 然後這裡亮根草是要拿正分之論 對 正分之論 唯一我看過一個細節對局是以前打 術士 就是有那種舊的七百處 有嚎叫魔犬那一種 記得不要拿 對 大概就只有這種情況 唉唷 就是可以故意選錯 嗯 好 那這裡是不是 空暗一個塔利姆之後 如蟲吧 有點來晚了 上圍而來的話會好很多 這是 尤其最後一波檯面 嗯 但是對面其實也沒解 就是Fire Bay這裡其實已經把 非常非常多的解牌丟掉了 他現在很可惜就是 再走回了這個奧琪奈 但我們知道他前面是 已經把製造置換打掉了 是 打邊刺 然後加上武器可以把塔利姆給解掉 嗯 這樣的話還可以下一個奧琪奈 把三二星兵一起解掉 點三二星兵喔 假設他有武士來吃你的話 你還是用武器可以補掉 嗯哼 所以先降低場光比較好 YUSE這邊進入神抽階段 哇 這裡 抽了一個新兵 這是已經 我想看這已經抽到第幾隻了 第2 第3隻 第2隻 第2隻 這個二師兄 然後 Fivebe這邊有沒有一個法術呢 可惜 也是一個需要法術的 但其實不用現在 反過來就是 這個遊戲已經開始變成競技場時代 對 就是一邊在戰場 一邊在截場 一邊在截場 那很明顯的話 排除質量的話 Fivebe這邊是會勝出的 真的 現在已經比誰佔的東西 比較大就可以了 這個火戰可以不用下 因為會直接被兩個E換掉 那這裡有什麼比較好 解決問題的手段 夠大的嗎 有啦 那個 抽瓦蘭尼爾 但瓦蘭尼爾尷尬的是 你的第二刀砍完之前 要有 要有手下的 對還要再抽到生物 火戰直接丟也 也無防 對啊 你喜歡玩火嗎 這裡最好應該是 瓦蘭尼爾砍掉4-4 底下兩隻互換 欸 不好意思4個鎚子 那解不解決要問題呢 聖盾術 不錯 很厲害 至少留下兩隻怪 把你的怪也保住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一一聖盾 然後可以解到佳麗森 不讓Fivey有抽牌的機會 這其實有點難欸 因為你解了佳麗森 你的怪幾乎就不見了 就如果進了下一張真的是法術 是法術的話 那好像 不管解哪個 都尷尬 都有不同尷尬的地方 一個是讓對方進牌 你全部小兵會不見 所以這裡的確是一個 可以想一下的地方 因為 Fivey的卡閘木 他面對你這種 非常激進的快攻勝 他是不會有傷害用不完的問題 他是不會怕跟你打到疲勞 嗯哼 對 必須趕快行動 所以 可能他是解加力森好一點 最後還是選擇解加力森 對 你看他抽到什麼 喔 26嘲諷 好 厲害 這我們說的 這個體質 我比你大 OK 我擋住了 好像打到無印的時候的感覺 對 就是一個白鷹之手旗次 有沒有 四四代二二 好強喔 哇 三四利你怎麼來了 三四利也來了 真的 這個卡閘木對上快攻勝 即將上演 最後是火山之家老鼠 踢死一個聖騎士的故事 又是兩張王者都用了嗎 如果他這邊抽到的是 還有一張嗎 應該還有一張對不對 如果他用到一張王者的話 是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可以翻場 但是沒有抽到 對不對 那應該還是就是出了 然後 然後按一個 對 對 一家團聚 只可惜你不是DK的 也主要是中間兩個心靈尖效 幫 算是firebag買到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他打到 這個 油燈進入就是手牌全部都打光了 但是現在他有了場 所以他就有說話的空間 對 血量還是他比較有優勢 嗯 從前 騎身廢輪奶的那個十字滴血 一來一往還是有 非常大的差距 好 可以 這至少還是可以再 幫你多抽一張牌 嗯 可以可以再過一張 因為他一幕都用掉了 所以不用訪了 直接打臉就好 而且如我所說的結局 有沒有 場攻起點 叫殺 設定即殺 你要死了 好 因為這邊有沒有王者 欸 集結作戰還不錯 那先撞開一個 然後 先送掉一個 對先送一個 然後集結作戰 還是他有什麼會影響 沒有恐狼喔 沒有應該還是送掉一個 恐狼 恐狼我記得都用掉了 兩個恐狼都用掉了 來看一下 欸 還有一個 你剛說 1 2 3 4 5 喔 沒死 這樣還活著 對對對對對 剛好就是一個恐狼 可以把火箭解掉 可以把火箭解掉 這應該是臉摸一個 然後三個一 打掉老鼠 二一去摸掉火箭吧 然後多按一個天然機 好 終於 反場成功 對 有沒有三點直傷 我想一下 層級丟掉了吧 然後震爆也丟掉了 對 這個卡札克 卡札克斯 不過這個痛也是可以 嗯 先看一下有什麼 他早就是DK了 哇 尷尬 可以先貼一個 直接貼一個 直接痛掉 好 那 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就是找牌了 牌庫剩七張 喔可以可以可以 少三隻小兵 這個沈默就先留著沒關係 對啊 因為 你 U.C.距離殺死你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先留著當彈藥 還OK 其實基本你只要變DK 應該遊戲就結束了 對 變DK就結束了 真的 我是無法想像這個聖騎 喔 喔 這來得及嗎 兩回合八點傷害 還是B 不太夠 對啊 重點而且下一個重點 是我們提到的 要有怪 就是你要嘛就是這個 玉卓要送掉 要嘛就是你等一下抽到 是手下 對不對 甚至FIREBATE這裡 不下東西都可能是一個 欸 是不是卡札克斯 對卡札克斯 沒有錯 好 來看一下應該是開個5吧 這邊第一輪沒有看到傷害 有活2單體 有 火焰之星藥水 欸 這裡最後卡札克斯爆頭 令我們意外的結尾 終於誕生了 而且可惜是沒有活廢輪 喔這個那個加神效果已經沒有了 但是 成功拿下了這一盤 FIREBATE現在贊成2比1領先 跑掉了一個劣勢對戰喔 對 算是相當重大 嗯 兩邊也是打到有機能 主要是那個啦 第一 第一個零四通兩個心靈尖笑出來 對 而且還是在對面 對面已經鋪了兩波 第二波是叢林迷中再拉了兩隻小兵 按一個天氣 就是恐狼飛到手的那一波 但是你 再被洗三隻 你不會預期有心靈尖笑 真的 因為那個是零四找 就沒想到他一個 神仇 展現了世界冠軍的右手 對真的真的 當然Uzik也不遑多浪 在被仙效的下一回合 直接空手的一個神仁 神仁術 對那個算是他打回來的觀念 不然這場對局可能會再快一點 就Uzik可能會再快 如果起手 神仁術起來是這個 四隻師兄弟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當成就頭了 可能就直接放棄了 對 欸其實也還可以啦 就是 你後面的抽牌就一定是料了 這樣想想好像 往樂觀一點想好像也是可以 神仁術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對對 對 好 那Flybet能剩下他一套秘密法 剛剛前面提到秘密法 剛剛第三局關鍵的勝利 那幫他的秘密法 營造出一個卡札木 一個優勢對戰 對 那Uzik的話 我想他這邊還是會先 再次拿出這個快攻型名勝 來追求一個勝利 就還是看能不能兩個快攻內戰 能追一把 不過這兩個快攻內戰比較麻煩的就是這個爆裂符文是可以灌出非常非常高的傷害 因為勝利這邊其實沒有什麼可以拿去擋爆炸符文的東西 但是從我對戰經驗來說 有一張很難處理的牌就是集結作戰 對 準時丟出來的話 因為你不是每次都有罰犯可以去針對他 對 只要他一丟出來那個檯面 你就很容易崩盤就讓出節奏 對 就是這兩邊算是比較獲勝的關鍵的東西的不一樣 就是法師這邊的平均過來的血量是比較高的 對那反過來是你這邊是可以一次做比較大量的鋪場 可以做很像鋪場 包含集結作戰 那最後還有塔利姆的發揮 等一下的表現 我們不能一直騎在右手 但是其實這個對決這種細節還是蠻好看的 而且神恩術在中後期的對戰 以你自己的經驗 神恩術在中後期的對戰 快攻勝對上秘密法會有影響嗎 會有 這個對戰我覺得影響不大 因為如果法師卡手你通常也打死他了 對 所以如果法師 那法師如果不卡手他就沒有很多手牌 你神恩術就沒有用 對 所以這個對戰神恩術我認為是比較沒有 沒有太大幫助的卡 有點像以往快攻對戰的時候神恩術的幫助就很小 唯一 你能神恩術抽到最好的機會可能是 雅魯烈斯莊的那一回合 除非就是雅魯烈斯 然後對方裝雅魯烈斯 然後你可能手牌烈斯很大了 然後你抽一個神恩術 對 這裡基本是把派遣換掉吧 這應該是 一般我們都不會留這個三廢的錘子 不意外的 所以應該就是留下叢林迷中跟廢道手 反正被這邊手牌的不太好 沒有他想要的前期生物 對阿 沒有龍曼沒有學徒沒有秘法學家 沒有前期跟對手交換的關係 而且這兩個秘密 就在這個非常追求節奏的套牌裡面 起手兩個秘密要手動下是非常非常虧的 對 是三個秘密 哇 真的是相當糟糕的手牌 真的 差一個變樣藥水吧 是不是 整套就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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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套大師兄都回來了 好 那 由此這邊的話 可以考慮這邊就把硬幣交了 然後 做一個比較快速的橫向補償 因為其實二回合還是有事情做了 至少可以出個狗頭人漢谷獄 漢谷獄 前來報到 就直接敷四個一吧 還是他這個銀幣是要留起來側秘密的來看一下 可以選擇側發反 難過 對 究竟是要下雕紋呢還是下這個 因為下這個學徒就等於是直接被白換了 而且 還有可能會幫助對方的坑道爐蟲快速降倍 對 所以把它被選擇打比較慢 就如果這裡剛剛是秘法學家你一定是下的 你基本二三可以吃了對面兩個一的體質 這個是賺 反過來掀騎一個學徒 沒有優先戰場 沒有龍脈優先戰鬥場 然後學徒現在也沒有搭配的降費空間 對 然後尤其這邊就最大場攻嘛 一加一 嗯 然後也是幫助你的坑道爐蟲可以更快便宜一下 好 哇 差一 真的是秘密法 對 滿手秘密 整套五個秘密就 差一張了 真的 再抽一張便養 這個大士 我幾乎沒有看過比這個更糟糕的開局 就是把秘密全部都抽到手上 要我想想 那 對於Fireback來講 這邊 可以考慮學徒加雕紋 或者是蓋一個爆炸符文 因為你不會想在這時候蓋法範 因為對方還有隱蔽嘛 對 所以要嘛打法就是學徒加雕紋看一張 看能不能找一個魔爆術之類的 不然就是先掛個秘密 靜觀 靜觀其變 先掛重複的秘密也是可以接受啦 然後又是一個 如果剛剛這裡最好的一手 硬幣撤掉之後 集結作戰是非常非常凶狠的 可是這一回合沒有 那他這邊有一個很完美的可以破解 就是下這個玉珠 直接破解這個爆炸符 因為你完全不在意吃這五點傷害 尤其才剛開始而已 對 而且重點是 就是把場贊助 再加上你自己 等於是瓦拉尼爾 有百分之百的發揮空間 對 選擇是拿這個爆炸符 這個的話 就可能他是在防便養藥水 嗯 對 主要這兩個就是 剛好是一個取捨啦 對 那以機率上來講 我自己還是傾向下玉珠啦 其實我覺得玉珠被便養 也沒有到那麼快 主要是 變養 第一個是變養只有一張嘛 因為爆炸2 然後再來是 這個靈響或許的確沒有那麼大 對 嗯 好 好 發揮飛這邊還是很尷尬 對啊 他所有跟秘密搭配的東西 如果他在這兩回合能進的東西 進個小弟 進個 我想想看 進個小弟 其輪隊也可以 進個送金援 好不好 至少我下一回合我送金援可以節奏下 所以我這裡再蓋 然後我下一回合直接蓋 3加2嘛 然後你的 然後 這邊我覺得雕文一定要先看 這才是他翻牌的機會 欸 有 驚喜套牌 這個 我覺得不多項了 絕對是驚喜套牌 因為其他兩張牌都是單戒嘛 對 要AOE就是驚喜套牌 好 前面剛直接提到 因為 比較少 這次比較少有這種發現的牌 就是雕文 對對對 他現在就給我們一個驚喜 是 師爺您給翻譯翻譯什麼驕傲 等一下這個驚喜套牌 就會給我們驚喜了 好 那 尤其這邊看到 發被相當於是一個空過回合 其實應該是蠻高興的 可以直接下一個坑道奴蟲 嗯哼 應該是奴蟲吧 然後等一下五回硬幣 直接 跳完 然後 全體臉 場攻已經打到10喔 喔 欸 還不錯 這邊可以免費蓋這個秘密 然後 驚喜套牌 逆轉的關鍵也可以這回合順便一起出 嗯 對 所以算是抽得很不錯 所以他要 他這邊是要打221 然後1 然後 蓋一個秘密 明天會跟你一樣 來了 這個比賽即將 有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數 洗禁了這五張的驚奇套牌的 好 每一張牌最近 等一下翻出來會給我們 什麼也不一樣的內容呢 嗯 他這個一費不選擇蓋蜜蜜 他要停止這個 可是 檯面上還不足以照顏擊殺 可能 我覺得做小弟加蜜蜜會比較好一點 搶到的鞜蜜會比較多 我也覺得 應該還是再蓋爆炸 就是我們前面所說 第一個場面不會死 然後第二個 你必須要 避掉對面這個幸運 必須破你法反的這個情況 那U4這邊我覺得 他抽到這個水手 就可以考慮做3加1了 對 可以不要做瓦蘭尼爾 畢竟他已經 決定硬幣是要扣著 就是要來測試法反 嗯 3加1加1 看起來還不錯 試了一下水溫 看到又是爆炸浮溫 臉吃5點傷害 隨手下去衝鋒 繼續搶線 對 那可以用一個E換掉 學徒 嗯 喔 所以他 他要保自己臉的血量 嗯 我覺得他姐的邏輯 哇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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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五臉好像不是很滿意 嗯 不過既然這樣打就是再送一個小兵 對啊 本來是可以用臉結的啊 因為你既然前面都這樣走了 你後面那個絕對應該還是要解掉 對 那來看一下 喔 快要被的這一回合驚奇套牌有沒有翻開命運的這一張牌呢 喔 開獎得到的是卡拉卡拉戰 還有嗎 還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續杯 可惜 不過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可以拿到他手上只有冰箱了 然後 可惜這個卡拉卡拉戰是不能動的 對 因為是在自己回合開始時才翻出來 那這樣很危險 這邊必須要掛冰箱 不掛冰箱就死了 對 所以一定要做動作是冰箱 然後 也許是 應該要下四者吧 對 哪一個選擇都死 不掛冰箱的選擇都死了 對 你就算動作五五點掉一個而已 場攻也是六點 所以他這裡只有掛冰箱這個選擇 然後下四者戰場 接下來是點掉一個吧 對 點的 點頭 點頭的話 可以 炎爆 機器套牌炎爆 可以可以可以 那經理套牌炎爆 你覺得怎麼樣 對 這樣就贏了嘛 你可以講四次 對 呵呵呵呵 就是 只要 算額外傷害都有希望 如果精靈套牌丟完沒有死 你手裡還有一個寒冰箱還有一個甜人劑 你只要 塞到 好吧 你只要塞13血以內都有機會 是 那你這邊先測試一下 OK 這邊 知道不是變洋藥素 就知道是 有可能是發飯或是冰箱 嗯 再見 先破冰箱吧 對啊 先破冰箱 應該是五一破吧 然後騎士可以底下 要最穩的方法 底下怪其實是可以都解掉 你可以送一個二一 然後利用這個聖盾 用武器 然後用刀去敲駁左右 這樣 這樣自己可以不用知道任何傷害 好 好 驚奇套牌 怪貝能不能讓我們帶來世界冠軍等級的驚奇呢 下一張是驚奇套牌嗎 不是 是秘法智利嗎 不 那沒辦法 沒有機會了 如果這裡 這裡有幾張牌有機會吧 第一個 你直接抽驚奇套牌 第二個你秘法智利 第三個 你騎一個 雅魯涅斯 你就可以凹三張驚奇套牌 對 三張驚奇套牌的機會 沒有錯但很可惜 這次最後四千張驚奇套牌都沒有發生 那我們又是一個再度浪費 兩邊戰勝2比2平手 再度來到我們的賽點 是 那 但是對Fighter貝來說 雖然輸掉了這一局 不過他還是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因為秘密法達卡札木 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對戰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 卡札木是目前 當今 公認最強的套牌 最強套牌 沒有 沒有其他 而且秘密法也存在了 我們剛剛其他看到卡手的情況 因為主要是已經有了雅魯涅斯 很多人也在斟酌 包含我也聽過通訊他們 討論說 秘密法智利到底要配多少 對 這個是目前大家很常微調的一個部分 那像Fighter貝的話是 比較接近目前主流 就是不帶任何秘密法智利 對 因為他說他是跟ORANGE 一起準備這次比賽的套牌 對 那ORANGE的秘密法版本是 沒有放密法智利 對 他就沒有那個額外綠牌的 沒有 就完全是依靠傳說武器綠牌 是 因為他給的理由就是說 密法智利不是一張 節奏牌 對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找不到空間 丟密法智利 反正 他就是打定了 我這樣組就是 我反正就仰賴雅魯涅斯 對 所以就不需要靠這個密法智利 我起的就是一定要這樣一二三十順上去 然後我靠著我的小弟 靠著我的齊魯拖這些去減費的效果 然後包含我可以 節奏下送經援這種前提 就在你沒有創陽魯涅斯的時候 你就是當作一個打臉套牌 就是下身 下怪打臉 下怪打臉 好 那我們看看決勝局 兩邊的起手 好 這裡Fighter被掀起了 剛剛唯一沒有到的最後一位 然後全部換掉 好多了 欸 這個中洞是 這是一個關戰系統會有的一個現象 對 就是會不知道他到底最後一張換回來是什麼 嗯 要等UC換完才會知道 這樣就難了 其實這個起的 起手還不錯 如果這裡是個1就很強欸 對不對 如果這裡是個龍曼 龍曼蜜亞學家 騎魯都法師蓋秘密 四回送經援 對 就是一個非常順的起手 嗯 那UC這邊的話 這個是沒有UI的全換吧 點多就考慮要不要留火瞻吧 火瞻就當一個三二直接丟上去 嗯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換回來 兩邊起手 還可以 有2跟3 還可以 我剛剛考慮的點就是火瞻要不要留 就當做一個蠢的三二神物 嗯 因為你是先手 所以其實要發揮火瞻效用是比較難的 嗯 那他選擇換回去去找更好的牌 也是可以 嗯 還放在這邊一回的進牌 喔 喔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忽然有了這張牌 微微一笑 法力龍曼 世界都有救了 對 沒有起龍曼還跟人家打什麼爐石 對 那UC這邊 本來蠻開心的 然後 面對到一個最起手的生物 真的 嗯 只要是基本能對於龍曼的情況你也只有 你也只有一張痛 而且 到終期說不定痛是不能解決的 這邊我覺得 在對方有硬幣的情況下 下 綠寶屯球 他好一點 對 因為他可能可以做一個硬幣 然後蓋個秘密 這個 方案元素還是沒了 嗯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傾向下 呃 骰虛一點 然後更別提發在這邊是 非常完美的 最節奏的打法 對 走齊倫多法師 額外壓一個4-3之後 還 讓龍曼可以 直接解掉你的光輝人數 尤其這邊 真的是很非常麻煩 因為爆炸符文還可以處理掉你這個 嗯 兩根草 所以 法要被取得一個很主動的優勢 對啊 就很有可能你這個怪是 沒有辦法佔下去的 對 但當然也沒辦法 你還是 還是必須要出 我覺得 機率超過一半 除非對面從上蓋的是法反 我們前面看到的法反或是冰箱 你這個怪才有 才有跟對方談交換的機會 好 這邊拿一個火球 好這裡 發現是爆炸符文 壞消息 真的 看到這個秘密出發的當下 這個心都兩一半 是 這是為什麼這一版冰箱法會起來 除了 一個原因就是當然雅魯念斯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爆炸符文是一張 呃 搶血啊解怪上面都非常好用的牌 一張三費的火球 這個 你該不會 沒有吧 好好拿個對啊 然後讓你 主要是因為這一回合他秘密在降費的話 他下一回可以打一個二甲二 對 為了送金元的降費 冰箱不是特別有用 但是至少也加了龍脈一攻 然後降了送金元的費 而且這裡 雖然剛剛有一個火球 有 我們剛剛說痛已經沒有辦法處理這個龍脈 就像畫面上看到這樣 第二就是 雖然你拿一個火球 概念上可能有機會解掉這個龍脈 但問題是 他現在剛剛雕文雕了一個秘密 是 對 你要怎麼測 對 又要猜測 對 又要猜測 那 可是他這邊也沒有比較好的測法 所以 還是得火球渣了吧 嗯 不火球渣就是下兩個怪 那你又怕的是 哇 怎麼辦 萬一是第二個爆炸符文 又是爆炸符文 他直接走遠 對 爆炸符文這裡 炸去的話 臉直接在痛 痛5-13 台面打9 所以比一下 我是比較願意交這個火球的 火球渣這個龍脈 真的是發反發鈕 然後七一一也就 就 隨便 我只能說好 明年見 好 因為 不好他也沒有其他走下去先扯 對 所以這就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 對 好 那這邊 八倍可以做二加 然後再走送進圓 依然是相當 我 第二個爆炸符文也很厲害 嗯 因為在 在一般正統卡札幕裡面的配置 只有廢倫 是七血怪 其他怪都是會一發被打死 而且還可以再製造額外傷害 嗯 正常啊 就是你說要頂過爆炸符文嗎 對 就只有聖夜牧師跟廢倫 我要考慮一下 其他以目前的配置而言都是沒有辦法 就是 因為卡札幕其實普遍他的怪都很小 他大部分都是為了綠牌 去盡快找到我們說 所謂的五八COMBO所使用的 然後這邊先試了一下水溫 OK 至少不是 我沒有扣血 對 但是我要怎麼贏 就 先補了嘛 然後下個 有個龍火的機會 我沒有被反 這邊我覺得要下 這個血法要下 嗯 他選擇解一個怪 那就是 我自己會傾向下血法 因為你這時候真的很需要龍火藥水 8滴血 嗯 那發在這邊可以做 齊倫圖法師 蓋上爆炸符文之後 點掉這個 呃 骰虛 嗯 就天井點掉直接打9嘛 然後場面是一定離譜 頭上還有一個爆炸符文可以額外帶來的傷害 這裡要走 很難 知道不是法反 所以你進龍火是有機會 所以你進龍火是可以把這個場清掉的 嗯 好來看一下吧 這邊 綠寶統一者有沒有龍火藥水 沒有 十一張瘋狂藥水 同樣都是藥水功能不夠 不行 還還還活著 在我們的視角裡面還活著 喔 而且 而且 他也應該會就是 一定一直只能這樣打 對 你就知道我們視角是 我們上帝視角 他還活著 因為他可以做那個嗎 可是你知道 寫法 我想想看 沒有吧 如果那兩個秘密 我們知道第一個一定是冰箱 喔對對對 剩下那一個不論是哪一個 你都解不了怪 喔解 對對對 變陽後爆裂你都會死 那如果是法反你的成績就丟不出去 喔對 那就是結束了 除非你可以算到你要先丟正爆 再用成績解一個 嗯 欸那血量也不夠啊 就你哪一部 我剛剛算不夠吧 我剛剛算不夠吧 邊吃也不行嗎 對不對 對 所以這裡最後全身投降 恭喜Fireback 還是拿下這場比賽勝利 對 那我覺得也算公平 因為第四局他的起手是全部都秘密 手牌上全部都秘密 他已經爛了一個非常非常慘的一場 那第五把讓他順利場也算是合理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而且打到最後一把就 那是 卡拉卡拉戰 還有嗎 還有嗎 沒有 沒有序杯 可惜 不過還有機會 因為我們可以拿到他手上只有冰箱了 然後 可惜這個卡拉卡的戰是不能動的 對 因為是在自己回頭開始時才翻出來 那這樣很危險 這邊必須要掛冰箱 不掛冰箱就死了 對 所以一定要做動作是冰箱 然後 也許是 應該要下四者吧 四五六 對 哪一個選擇都是 不掛冰箱的選擇都死了 對啊 就沒有 你就算動作五五點掉一個而已 也成功也是六點 所以他這裡只有掛冰箱這個選擇 然後接下來是點掉一個吧 對 點掉 點頭 點頭的話 可以 炎爆 機器套牌炎爆 可以可以可以 那機器套牌炎爆炎爆 你覺得怎麼樣 對 這樣就贏了嘛 對不對 你可以講四次 就是 只要 算額外傷害都有希望 如果機器套牌丟完沒有死 你手裡還有一個寒冰箱還有一個甜人劑 你只要 塞到 好 好吧 你知道誰十三血以內都有機會 是 那你這邊先測試一下 OK 這邊 知道不是變狼藥藥 就知道是 有可能是發飯或是冰箱 嗯 再見 先破冰箱吧 對啊 應該是五一破吧 嗯 然後 騎士可以底下 要最穩的方法 底下怪騎士可以都解掉 你可以送一個二一 然後利用這個神盾 用武器武器 然後用刀去敲破最後盾這樣 這樣自己可以不用知道任何傷害 好 驚奇套牌 發貝能不能讓我們帶來世界冠軍等級的驚奇呢 下一張是驚奇套牌嗎 不是 不是 是秘法智利嗎 不 喔 那沒辦法 沒有機會了 如果這裡 這裡有幾張牌有機會吧 第一個 你直接抽驚奇套牌 第二個你秘法智利 第三個 你騎一個 雅魯涅斯 你就可以凹三張驚奇套牌 對 三張驚奇套牌的機會 沒有錯但很可惜 這次最後四十張驚奇套牌都沒有發生 那我們又是一個 再度浪漫衫兩邊戰勝2比2平手 然後 再度來到我們的賽點 是 那 但是 對Fiber Bay來說 算輸掉了這一局 不過他還是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嗯 因為秘密法打卡札木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對戰 嗯哼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 呃 卡札木是目前 呃 當今公認最強的套牌 最強套牌 沒有 最強套牌沒有 所以可以看到兩邊也是精彩啊 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接近 呃 這要說有點尷尬 大概又是個中期的 禁牌吧 就最後禁了那個暗閃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信還是不信 嗯 就他可以幫他多擋了一回合 但是 是 如果說不定是個虎爛海賊 可能 可能 對啊 可能是一個揮擊 然後 對啊 就可能直接獲得勝利了 嗯哼 這比較可惜 但他也是沒辦法 但也是他不能控制的嘛 嗯 畢竟是他的金牌 我畢竟這種就這樣嘛 就是看過 看過前面青王暗閃 青王的這個賊 跟看沒有青王的版本 就覺得這個賊 似乎是有兩種套牌的感覺 是 那 Fireback這邊我想他 他選擇 他 我以為他會先上牧師 然後他還是繼續跑比較難跑了 嗯 他上了秘密法 嗯 好現在來到這裡的第二把 Fireback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法 來追上Usyk 再度拿出了這個青王賊 他 Fireback這個手牌 我覺得可以全留 喔好強喔 就是一個 一回可以打一個 小弟加秘密 然後 坑道如同在這個對戰也是相當有用的 嗯哼 那 Usyk這邊的手牌 反過來是 就是Usyk這邊輪到那個後手 而且可以看到起 范克里夫這件事情 范克里夫是一定會留的 對 那暗閃要換掉 那就是 看這個軍系他會要不要留 嗯 以這個對戰來講的話 我覺得可以留 因為是前期搶檯面很重要的 嗯哼 很重要的戰鬥 所以 軍系的話 他兩體傷害常常可以造成很大的影響 嗯哼 他也是一個解場 也是一個解場戰場的概念 就是像麥迪文的使者 嗯 對 好 喔 他選擇連暗閃都留 那就是做一個超 有一個超級大範的方向 那第一個就要直接先Bew 范克里夫了 對 但反過來就是對面的這一個 秘密一蓋下去就會 影響了我們原本原定的這個范克里夫的計畫 因為包含你會遇到幾種情況 如果 難怪他留暗閃 可以 玩得不錯 真的玩得不錯 但是他留暗閃 這隻青皇是回不來的 是 但從他的視角不一定嘛 對啊 因為firebag的秘密種類是有四種的 對 他還有一張變陽藥水 有一半的機會回不來 因為五張秘密裡面兩張爆炸 兩張爆炸符文一張變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你要暗閃這個青皇 你會不會要先去試一下水溫 是 以機率上來講的話 因為你如果先試了他 你如果硬幣的話你就知道也不會是法犯 所以 機率就是三分之二這個青皇回不來 他下一回合要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可能要先就是硬幣一打然後再做二暗閃 所以我會覺得他這邊可能 就是先出水手會比較好 先去測一下 對啊 因為爆炸符文的機率還是比較高 就會給我們驚喜啦 就會給我們驚喜啦 好 那尤其這邊看到firebag相當於是一個空過回合 其實應該是蠻高興的 可以直接下一個坑道奴蟲 應該是奴蟲吧 然後等一下五回硬幣直接跳完 然後全體臉 場攻已經打到10喔 還不錯這邊可以免費蓋這個秘密 然後驚喜套牌逆轉的關鍵 你可以在這回合順便一起出了 對所以算是抽得很不錯 所以他要他這邊是要打221然後1然後改一個秘密 來了這個比賽即將有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數 這五張驚喜套牌的 每一張牌究竟等一下翻出來會給我們什麼不一樣的內容呢 他這個一費不選擇蓋蟲 他要停止這個 可是 檯面上還不足以照人擊殺 可能 我覺得做小弟加蜜蜜會比較好一點 搶到的血色會比較多 我也覺得應該還是再開爆炸 就是我們前面所說 第一個場面不會死嘛 然後第二個 你必須要 避掉對面這個幸運必須破你法反的這個情況 那尤其這邊我覺得 他抽到這個水手就可以考慮做3加1了 可以不要做瓦蘭尼爾 畢竟他已經決定硬幣是要扣著 就是要來測試法反 3加1加1 看起來還不錯 試了一下水溫看到又是爆炸浮溫 臉吃5點傷害 隨手下去衝鋒繼續搶線 那可以用一個1換掉學徒 對 他要保自己臉的血量 嗯 我覺得他解的邏輯是不是 看他 看他 看他五臉好像不是很滿意 不過既然這樣打就是再送一個小兵 對啊 本來是可以用臉接的 對 因為你既然前面都這樣走了 你後面那個絕對應該還是要解掉 對 那來看一下 喔 發熱貝的這一回合 驚奇套牌有沒有翻開命運的這一張牌呢 喔 開獎得到的是卡拉卡拉戰 好 還有嗎 沒有 沒有序杯 可惜 我還有機會 因為 好 驚奇套牌 發貝能不能讓我們帶來世界冠軍等級的驚奇呢 下一張是驚奇套牌嗎 不是 是秘法智利嗎 不 喔 那沒辦法 沒有機會了 如果這裡 這裡有幾張牌有機會吧 第一個 你直接抽驚奇套牌 第二個你秘法智利 第三個 你騎一個 雅魯涅斯 你就可以拗三張驚奇套牌 對 三張驚奇套牌的機會 沒有錯 但很可惜這次最後四張驚奇套牌都沒有發生 那我們又是一個再度浪費者兩邊戰勝2比2平手 再度來到我們的賽點 是 那 但是對發熱貝來說 算輸掉了這一局 不過他還是處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 因為秘法打卡拉木是一個比較優勢的對戰 對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 卡拉木是目前 當今公認最強的套牌 最強套牌 沒有最強套牌沒有其他 而且秘法也存在了 我們剛剛其他看到卡手的情況 因為主要是已經有了雅魯涅斯 很多人也在斟酌 包含我也聽過通知他們討論說 秘法智利到底要配多少 對 這個是目前大家很常微調的一個部分 那像Fireball的話是 比較接近目前主流 就是不帶任何秘法智利 對 因為他說他是跟Orange 一起準備這次比賽的套牌 對 那Orange的秘密密法版本是 沒有放秘法智利 對 所以他就沒有那一個額外 綠牌的 沒有 就完全是依靠傳說武器綠牌 是因為他給的理由就是說 秘法智利不是一張節奏牌 對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找不到空間 丟秘法智利 反正他就是打定了 我這樣組就是我反正就仰賴雅魯涅斯 對 所以就不需要靠這個秘法智利 我起的就是一定要這樣一二三十順上去 然後我靠著我的小弟 靠著我的奇魂拖這些去減費的效果 然後包含我可以解削下送經援這種前提 就在你沒有創陽魯涅斯的時候 你就是當作一個打臉套牌 就是下身 下怪打臉 下怪打臉 好 我們看看決勝局 兩邊的起手 好 這裡Five被掀起了 剛剛唯一沒有到的最後一位 然後全部換掉 好多了 欸 這個中洞是 這是一個 關戰系統會有的一個現象 就是會不知道他 到底最後一張換回來是什麼 嗯哼 要等UC礦完才會知道 這樣就難了 其實這個起的 起手還不錯 如果這裡是個1就很強欸 對不對 如果這裡是個龍曼 龍曼妙學家 奇魂東法師蓋秘密 四回送經援 對 就是一個非常順的起手 那UC這邊的話 這應該是沒有Ui的全換吧 頂多就考慮要不要留火瞻吧 對 火瞻就當一個3 2直接丟上去 嗯哼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換回來 兩邊起手 還可以 有2跟3 他比較讓我意外 他選擇是比較 做一個最提醒的 就是做1加1了 那他就是綁定下回要出船長 然後繼續做傷害的加腰 打一個就是 如果今天可以貪 只可以貪到最多傷害的打法 對 那他這邊的話 上回這樣打就 還是去一定會下船長 至於那個E的話 我覺得可以 不用理他 因為其實這個E沒有 你去換他其實沒有 E上沒有特別大 嗯 這裡換或不換的選擇 揮擊可以小小考慮一下吧 因為你自己是犧牲一點傷害 去解掉這個E 但是如果被 灰的話是變成 你會掉一個 兩點傷害 就是你會掉的是 南海水獸 對 但是你至少還是 你的傷害還是有做在臉上 所以其實差別沒有到那麼大 對 他打穩換掉當然也是沒問題 我們放在這邊 敲掉這個南海水獸 可以 那前面剛剛直接提到的 就是 就是利用坑道奴蟲反打的計畫 非常有可能 在下額就可以 實行 嗯 比較可惜 其實現在 手裡沒有解 沒有其他解的方式 就是你下一回合 如果對咬的話 就是下一隻 對 你五回如果變身咬一個之後 你可以直接下 你可以下一隻更好奴蟲 最了不起可能是 看Useek這邊怎麼選擇 然後打一個揮擊這樣 揮擊這個可能就是 最了不起 那應該就是遊戲結束 那他這邊要思考的是 要不要把這個 下回合 有很高的機率是出那個 利用龍人 那這個水手可以留著 搭配這個暗殺花 在第六回合做連擊 所以 這邊應該要扣子會比較好 好 那待會不砍 因為下回合還是有事情 會把費用打滿了 就等於綁定下回合 然後在第六回合綁定 然後第七回合看能不能做 駭骨戰馬加壓 嗯 好 那反而被這邊選擇 找一個 呃 摧育樹像然後加上 呃 第一隻的坑道爐蟲 對啦這樣也是把水晶打滿的做法 然後反過來是Useek這邊 相對棘手 因為是剛好在五回的時候 坑道爐蟲就已經壓到場上 而且手底是沒有零費的東西 可以去讓自己的二級屠殺者 解決掉對面的坑道爐蟲 這邊他有另外一個選擇 因為他右手進了船長嘛 是可以選擇把場面全解 但是 但這樣的話下回合暗殺花 沒有辦法連擊 嗯 對所以他還是按照原定計畫 因為利用龍人給壓力也是夠大的 嗯 對 那這個加到這個 一二身上還不錯 嗯 就至少他不是一個天天器可以直接補掉 然後這裡對裝之後 你可以再更新一個蠕蟲下去 對 可以看到看到蠕蟲 對 而且你剛才已經 刁文發現到一張額外的冰箱 真的 真的 就9費14滴人斬殺 欸9費14滴 這個時候這個故事我怎麼好像聽過 好 那這裡很可惜 這邊只能選擇投降 恭喜Yuzik成功搬回一城兩邊贊成1比1平手 你覺得Yuzik有沒有抖抖的 嗯 肯定是肯定是有害怕的 好讓他的 盜賊過關 成功盜賊過關 也是前面那個應對啊 我們前面提到 雖然你已經 你 右手了一張青王 但對面蓋秘密的前提 如何應對這個秘密 尤其對面還多一個便洋藥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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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打那個奶奶水水做得非常很好 是 就成功的拆解這個秘密 然後讓自己可以親王按閃 然後加強自己的牌組 嗯 就主要是這種對局的細節 這種地方是 特別重要的 因為 這種 快攻內戰就是一兩回合的差異 包含 當然非要被多找的一個冰箱 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如果評估那個秘密到底是什麼 跟你如何去拆解對面的秘密 是真的非常關鍵 就是在打秘密法的時候 對 那 這邊的話滿有意思的 兩邊要怎麼選擇出這個職業是 滿有學問的 因為 其實 雙方的卡札木面對到另外一個牌組 不管是法師還是聖騎士 勝率都是稍微開小一點的 嗯 那 但是如果他們就直接上不想上牧師的話 如果直接上聖騎對方法師的話 法師會比較處於一個下風的狀態 因為法師是不好打聖騎士 嗯 所以我會說不管怎麼出陣 這一局的出戰來看 U6應該是佔比較大的上風 只要他出聖騎士的話 嗯 這邊就來到了一個 我們所謂的小剪刀手部 就是剛好 你今天三個互克的情況 兩個 兩個互抓的情況 你要怎麼樣決定你的出陣順序 所以法師會是拿出了這裡的卡札木來對上 撞到了U6這裡的聖騎 那就是代表法師會認為說 這個卡札木去對抗這個快攻 會比拿秘密法還要好一點 對 因為他會預期U6這邊會上聖騎 嗯 這個聖騎也是在改版初期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嘗試很多套牌 比方說號召戰 比方說法術獵 但是這個快攻甚至最早第一個打出成績的 非常非常快直接緊一的套牌 對由韓國選手CocoSasa創立了 對 改版第一天就在雅芙上而定義 從星卡預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集結作戰這張牌 他其實就是一張 我們以前說神秘挑戰者是一張 6費可以打出 11費價值 那集結作戰基本 對理想你可以用4費打出 最低是3費 因為最慘就是3個1 你總不會放優光吧 但你也抽了3張牌 對對對 但以上的話你可以打出6費 而且是不用花費任何其他抽牌機會 對 那這邊的話起手也是 理所當然就直接把集結作戰給留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個 建立的錘子 又是這套牌其實又有一個 我們家的小牌 但我自己是沒那麼喜歡 因為 這套牌我們是有放滿雙神恩署的 所以有時候會卡到你自己的手牌 對 好 那UC這邊的話 可以選擇拔武器 應該是拔武器 應該是拔武器最好 對 然後選擇拔這門之類的 應該是全解吧 然後你留下自己的武器 你下一回合可以走 集結作戰 解的理由是 大概只有盾吧 你說 光灰嗎 這個 我說解掉 你說解掉這個1 對 所以他覺得他不解 好像是蠻合理的 就除了真元素盾之外 對 因為他也沒有放魔爪祭司 對 所以其實搶的一點傷害是比較好 那也包含理論上什麼其他 邊吃也不會這樣打 對 來看一下 欸 這裡是不是有 一點點的 對 順序上有一個問題 應該是先招 他真的燒打兩點傷害 我們看他稍微搖了搖頭 不 因為 還有飛刀手的情況 還有飛刀手 所以 可以理解 就是 因為你如果今天翻出飛刀手 在左邊的中間 都有可能讓對方多抽牌 所以他這邊武器先砍掉對方 是比較保險的作法 可是他 對 那其實是要看RNG 飛刀手是在哪個位置 對對對 如果他在最右邊 他其實一刀都會打出來 他就最後一個來的 那他選擇最穩的打法 也是可以接受 好 好 這邊 這個加攻的武器厲害 我等 依然奮戰 因為你這個正義保衛者 可以保護你的怪 然後我覺得這邊 呃 這個兩攻沒有解的道理 嗯 其實邊吃都一樣 就是你不撞會比較好 是 差別差在 你這個正義保衛者 可以保著啦 我要考慮一下 可是他思考的點就在於 因為瘋狂藥水你剛剛看過 嗯哼 那邊吃的話都 邊吃的話都一樣 邊吃的話也是你 對 邊吃的話打臉會比較好 對對對 對對對 對 所以他思考完之後 選擇打臉 那這裡應該是 應該是拉打沒問題 應該是拉打沒問題 手上還有個龍偶要選 對 所以 呃 面對 面對塔林姆的話 會有點糟糕 但是 也還在可以承受的範圍 喔 他這邊選擇防身分數喔 所以空角的這個治療之患 我覺得有一點太激進了 除非你覺得 因為其實治療之患 你可以搭配奧奇奈 那個奧奇奈可以拔刀的 主要是你可能還要 塞一個 對面沒有嘲諷 這種前提 讓你等一下抽炸機 或者是 抽直傷的方式 可以直接收掉對手的機會 會 對啊 也包含你今天虎爛海賊 虎出什麼東西 有辦法讓你贏 其實Five這邊壓力還是有點大 那不管怎麼樣 先下困人吧 嗯嗯 主要是這一回合 被搶這一回合是血量 這個 相較之下還是有點抖 看一下這裡是 我比較直觀的看是 戰馬 加在這個55上面 然後 可能打一個憤怒 然後留對方一個戰馬 嗯 這樣的話 炸機你還不會死 一張炸機你還不會死 嗯嗯 應該是最舒服的解法就是這個 其他解法都不太舒服 該怎麼說 鐵5 撞67 然後把23點掉 對 然後你這個 食屍鬼這個嘲諷怪 還是可以換掉他的戰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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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 U6只要抽炸機就贏了 是很有機會 有一個獲勝的機會 對 好 你這裡可以炸機軍七之後 連接兩隻打 那 范克里夫也不錯 至少是一個66的怪 雖然沒有直接贏但是 你還是在台面上 有買到機會 很大的壓力 那Fiveback這邊必須要用那個 散博雲儀來 來 來阻止這個擊殺龍 嗯 那我們看到U6的牌組裡面是沒有配置人血的 所以他 他真正能做的紙傷爆發就是炸機用者 就他現在能額外打出的機會 一個是炸機用者吧 一個是看他虎爛海賊打什麼 虎爛海賊 因為虎爛海賊算是 我們昨天有在討論就是 現在的牌組其實 嗯 我們說能說故事 故事的機會越來越少 我們已經 沒有了 這一次沒有任何的任務法 所以我們不能說今天大叔開了什麼情況 所以我們理論上只能期待雕吾 那剩下就是盜賊 今天你 依照對面的職業 你虎爛海賊虎一個什麼東西 可以讓你 在這種烈勢的情況下翻盤 對 這個揮擊 我覺得會比較 那個陸葵還好 因為 交這個揮擊的話 炸機是沒有辦法收掉你 就是尤其神托炸機 因為現在在綁的就是神托炸機 嗯哼 所以這應該是揮擊打掉之後 兩個 把牆踢掉 那來看一下這裡 Useek最後的 兩回人努力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 把他架回去 對 密法智力到底要配多少 對 嗯 這個是目前大家很長 微調的一個部分 那像Fireball的話是 比較接近目前主流 就是不帶任何密法智力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找不到空間丟密法師 反正 他就是打定了 我這樣組就是 我反正就仰賴 亞魯涅斯 對 所以就不需要靠這個密法師 我起的就是一定要這樣 一二三四順著上去 然後我靠著我的小弟 靠著我的 齊倫托這些去減費的效果 然後包含我可以 節奏下送晶圓這種前提 就在你沒有創亞魯涅斯的時候 你就是當作一個打臉套牌 就是下身 下怪打臉 下怪打臉 好 那我們看看決勝局 兩邊的起手 好 這裡Fireball被掀起了 剛剛唯一沒有到的最後一位 然後全部換掉 好 好多了 欸 欸 這個中洞是 這是一個 關戰系統會有的一個現象 對 就是會不知道他到底最後一張換回來是什麼 要等UC換完才會知道 這樣就難了 其實這個起的 起手還不錯 如果這裡是個1就很強欸 對不對 如果這裡是個龍曼 龍曼蜜亞學家 齊倫托法師蓋祕密 四回送晶圓 對 就是一個非常順的起手 嗯 那UC這邊的話 這應該是沒有UI的全換吧 點多就考慮要不要留火瞻吧 齁 火瞻就當一個三二直接丟上去 嗯嗯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換回來 兩邊起手 欸還可以 有二跟三 還可以 我剛剛考慮的點就是 火瞻要不要留 就當做一個純的三二生物 嗯 因為你是先手 所以其實 要發揮火瞻效用是比較難的 嗯嗯 那他選擇換回去找更好的牌 也是可以 嗯 好看 放在這邊一回合進牌 喔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忽然有了這張牌 微微一笑 法力龍曼 世界都有救了 對 沒有起龍曼 還跟人家打什麼爐死 好啦 UC這邊 本來蠻開心的 然後 面對到一個最起手的生物 真的 嗯 主要是基本能對於龍曼的情況 你也只有 你也只有一張痛 而且 到終期 說不定痛是不能解決的 這邊我覺得 在對方有硬幣的情況下 下 略寶屯球 他好一點 因為他可能可以做一個硬幣 然後蓋個秘密 這個 光光元素還是沒了 嗯 所以我自己會比較傾向下 呃 還有更別提 發熱背這邊是 非常完美的 最節奏的打法 對 如何去拆解對面的秘密 是真的非常關鍵 就是在打秘密法的時候 對 那 這邊的話蠻有意思的 兩邊要怎麼選擇出這個職業 是蠻有學問 因為其實 雙方的卡札木 面對到另外一個牌組 不管是法師還是聖騎士 勝率都是稍微開小一點的 嗯 那 但是如果 他們就直接上 不想上牧師的話 如果直接上聖騎對方法師的話 法師會比較 處於一個下風的狀態 因為法師是不好打聖騎士 嗯 所以我會說不管怎麼出陣 這一局的出 出戰來看 U4應該是佔比較大的上風 只要他出聖騎士的話 嗯 這邊就來到了一個 我們所謂的 小剪刀手部 就是剛好 你今天三個互課的情況 兩個 兩個互抓的情況 你要怎麼樣決定你的出陣順序 法師 還是拿出了這裡的卡札木來對上 對 撞到了U6這裡的聖騎 對 那這就代表 Fireback認為說 這個卡札木去對抗這個快攻 會比 拿秘密法還要好一點 對 因為他會預期U6這邊會上聖騎 嗯 這個聖騎也是在改版初期的時候 大家都還在嘗試很多套牌 比方說號召戰 比方說法術獵 但是這個快攻甚至最早第一個打出成績的 非常慢快直接緊一的套牌 對 由韓國選手CocoSasa創立了 對 改版第一天就在亞服上了 對 從新卡預覽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集結作戰這張牌 他其實就是一張 我們以前說神秘挑戰者是一張 6費可以打出 11費價值 對 那集結作戰基本 對理想你可以用4費打出 最低是3費 因為最慘就是3個1 你總不會放優光吧 但你也抽了3張牌 對對對 以上的話你是可以打出6費 而且是不用花費任何其他抽牌的機會 對 那這邊的話 起手也是理所當然就直接把集結作戰給留下來 嗯 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個 這個 建定的錘子 尤其這套牌其實又有一個 我們叫他快攻聖騎 又有一個名字叫武器聖 因為相較於其他聖騎版本 他的武器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 雙正分雙 那個 未鑑定的錘子 對 都是裝滿的 好 好 那Fireback這邊 全力的去爭奪檯面 嗯 就直接交了硬幣 光輝元素 然後 趁機解掉這個 拿來錘手 就主要的重點就是 戰場 然後存活是他的 這一個牧師今天在對快攻的時候的重點 他非常清楚 在Useek套牌裡面 這一個回合他是 絕對解不掉這個光輝元素了 嗯 不管是飛刀手還是 原生恐狼 恐狼周琳都沒辦法解掉這個光輝元素 嗯 尤其Useek他的版本是沒有帶那個小的眼力士官 就是雅謝洛的金兵 他是沒有帶這張牌的 他是配置兩個漢谷狗頭人御主 對 就除非你這裡 你這裡唯一解決定是你雙金兵在手 然後全貼才有可能把這個23撞掉 對就只有這樣子 對 這次台港澳的選手 呃 很多都有選擇使用這套 呃快攻勝 對那 呃 大部分人的配置都沒有帶這個狗頭人御主 他是選整套五個秘密 就 差一張了 真的 再抽一張便養 這個大士 不是 我幾乎沒有 沒有看過比這個更糟糕的開局 喔 就是把秘密都全部都抽在手上 要我想想 那 對於Fireback來講 這邊 可以考慮學徒加雕紋 或者是蓋一個爆炸符文 因為你不會想在這時候蓋法範 嗯 嗯嗯 因為對方還有硬幣嘛 對所以要嘛打法就是學徒加雕紋看一張 看能不能找一個魔爆術之類的 不然就是先掛個秘密 靜觀 靜觀奇變 嗯 嗯嗯 新掛重複的秘密也是可以接受啦 然後又是一個如果剛剛這裡最好的一手 硬幣撤掉之後 集結作戰是非常凶狠的 那可是這一回合沒有 那他這邊有一個很完美的可以破解 就是下這個御主 嗯 直接破解這個爆炸符 因為你完全不在意吃這五點傷害 對 尤其才剛開始而已 對 而且重點是 八場贊助 再加上你自己 等於是瓦安尼爾有百分之百的發揮空間 對 喔 選擇是拿這個爆頭 這個的話 就可能他是在防變洋藥水 嗯 對 主要這兩個就是剛好是一個取捨啦 對 對 那以機率上來講 我自己還是傾向下御主啦 其實我覺得御主被變洋也沒有到那麼快 主要是 變洋 第一個是變洋只有一張嘛 因為爆炸二的變洋 然後再來是 這個靈響或許的確沒有那麼大 對 嗯 好 好 發貝這邊還是很尷尬 對啊 他所有跟秘密搭配的東西 如果他在這兩回合能進的東西 進個小弟 進個 我想想看 進個小弟 起輪推也可以 進個宋京元 好不好 至少我下一回合我宋京元可以節奏一下 所以我這裡再蓋 然後我下一回合直接蓋 然後林 然後 這邊我覺得雕文一定要先看 林沛一下 這才是他翻牌的機會 欸 有 驚奇套牌 我覺得不多項了 對 絕對是驚奇套牌 因為其他兩張牌都是單戒嘛 對 對 要AOE就是驚奇套牌 好 前面剛直接提到 因為 比較少 這次比較少有發現的牌 就是雕王 對對對 他現在就給我們一個驚喜 是 師爺您給翻譯翻譯什麼叫 等一下這個驚奇套牌 就會給我們驚喜了 好 那 尤其這邊看到 Five相當於是一個空過回合 其實應該是蠻高興的 可以直接下一個坑道奴蟲 應該是奴蟲吧 然後等一下五回硬幣直接跳完 然後全體點 長攻已經打到死了 也是需要這個兩張牌的 兩張生物回來了 好 四三的拿來隨手下 壓上去 Five這邊壓力還是很大 但是 還是 只有雅魯烈絲這個打法 嗯 就準六回滿的話 一定是雅魯烈絲 看來不能拿一張虎人之間傳送門 可以在下一個合合出 接場戰場 好 那尤其這邊 爐蟲跟四者 其實四者也不錯啦 可以點 對 真的很可憐 在這個船長的buff情況下 他現在場上是沒有東西點得掉 這邊青王暗閃的buff的效用 效用又可以看出來 再次看出 檯面上已經是設定好下回合擊殺了 嗯 這邊Five勢必要蓋冰箱 嗯 他基本要走那個E3然後 可以解掉一個五四 二的時候天天氣點吧 嗯 不過其實 今天解了也是開冰箱 對不對 你就算解掉最高長牌 就算解掉也是開冰箱 檯面也是四點 但是 不解的話 強烈也是不實際的 對 所以 還是必須要去解怪 還是必須要去解怪 跟剛剛過天一樣嘛 一樣是要看有沒有 壓榮涅絲去造一雕紋嘛 對 就又回到了這個 看雕紋的表現 對 好 看來會有這個三張牌 有 這裡是眼睛看到的雕紋 好 下來看一下這裡 果然海賊拿到的 不錯 拿到了一個額外的直傷 對 可以 發回 這邊可以出 先出精靈說唱來看看 呃 因為這個祕密不是 要嘛是法 要嘛是法反嗎 要嘛是冰箱嗎 嗯 太多選擇了 還是他想要 我在想他是不是要射 因為其實一血破兵的意義不太大 這邊一血破兵的意義不太大 對 所以我覺得 先出說唱人是比較好的 對 然後順序上的話要先把頭 然後戳一下之後 射定在你 如果 會發生頭被冰住這種情況的話 你還是可以寒冰箭直接收尾的 對 所以不用特別自作於一血破兵 反而是把寒冰箭留著做 呃 可能檯面或 檯面被冰住的時候 可以再做擊殺的動作 好那反過來就是看 現在 雕紋這裡的發揮了 對 來看一下世界冠軍的雕紋內容 是不是跟大家不一樣呢 我們來看看他發揮 反過來是Yousic這邊相對棘手 因為到剛好五回的時候 坑道盧蟲就押到場上 而且手裡是沒有零費的東西 可以去讓自己的二級屠殺者 解決掉對面的坑道爐蟲 這邊他有另外一個選擇 因為他右手進了船長嘛 是可以選擇把場面全解 但是... 但這樣的話 下回合暗殺的話沒有辦法連擊 所以他還是按照原定計畫 因為逆龍人給壓力也是夠大了 那這個加到這個 一二身上還不錯 就至少他不是一個 天天氣可以直接補掉 然後這裡對裝之後 你可以再更新一個蠕蟲下去 可以看到看到蠕蟲的威力 在前期 如果你就拿在手上的話 威力相當的大 那他這個阿雅算是神抽啦 也剛好打滿這一回合的水晶 而且阿雅本身死身的特性 所以讓他比較容易留在場上 那你下一回合包含你這個骸骨戰馬 有很高機會可以... 對 可以搭配 我怎麼有一種 現在誰才是那個 親王節奏賊的感覺 德魯力才是 這個親王節奏賊 下額是 有firebet先做出骸骨戰馬 嗯 那優式這邊的話 這裡是不可能全解啦 因為你敲開那個阿雅之後裡面是一個四四花 四四 喔四四翠韻某相 對啊 麻煩 可以考慮解一個 解一個三三 這個阿雅我是覺得你不可能去動它 因為你解了之後它等於下一個本體跟阿雅的體質差不多了 就是考量點就在於要不要用水手加天生器解掉這個三三 然後搶點 就像說你撞你只是降... 我們可以說降一場攻而已 對 這樣做有好處就是可以更確保下回合自己可以做出骸骨戰馬 嗯 你先選擇對自己做有利一點的交換 嗯哼 Flybet這邊會有這個成長 其實不見得不好 就是下回合可以做成長 然後就可以跳到終極紋一囉 那這裡應該是先撞開吧 然後再把戰馬騎起來 嗯 這是一個比較穩的打法 因為這樣的話可以防一手U-sick有暗影閃現 嗯 尤其是它現在離收掉U-sick還有一大段的距離 嗯哼 喔 這兩個選擇 因為如果你先撞二級突殺者 先撞暗殺的話就是可以防暗影閃現這種情況 如果這裡一個暗閃 傷害非常非常的大 那對U-sick來說最好的就是要抽到暗閃 嗯哼來看一下這裡 可惜 沒有抽到的情況下 三四五六七 可能只能 就只能再跟著加一個戰馬然後換掉 全隊撞吧 對 你今天這裡戰馬騎 任何一個就是 場攻算完會直接全部撞掉 是跟這個八方我 是會多少要防心情尖獎 這個性兵就不翻了 嗯哼 不要再污染自己的牌鋪 假設對方真的有心情尖獎的話 對 那這邊果然 大概被打了 心情尖獎 尤其這邊需要是神痕鼠喔 看 但是牌鋪剛剛被污染了 等一下 抽到神任機會 當然就晚了很多 那這邊沒有選擇了 對就只能 飛到手 然後加 叢林迷中 前來報到 前來報到 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可以出了 嗯哼 另外一個讓他設定現在 UZIG這邊可以直接獲勝的打法 應該是 重抽剛剛的塔林姆 對 就 假設這個台還在 嗯 也不論這個台在不在 就是其實你塔林姆 能把台面再建立起來一次 因為 上天四角看 Fighter Bay下一手 比較好親的方法是龍火嘛 再來就看火戰士 有沒有其他的搭配 在這個局 我覺得還是要下 因為 能強一點傷害 是一點傷害 對啊 排主面還是有炸雞 就是先來看 能不能先來神人鼠 然後 厲害 再找炸雞 厲害 厲害 殘忍 呵呵呵 比龍火藥水還要更好 剛剛洗一隻 現在洗 現在洗一隻 ik 現在洗一次 對 湊一桌麻將 在你的牌褲裡面 完美演示的 心靈間少了威力 喔 俺只能說 u 自己也是會玩 欸 師兄弟都回來了 可以 可以 喔 這個 天啊 我覺得 我覺得 已經算很好了 最好 真的 今天 裸神恩 真的是太厲害 比你直接把師兄抽回來 好 好 那這邊 那應該是一然後按一個吧 叫兩個小兵出來 你不會有第三張心靈煎笑啦 我相信 對不對 哇 那 那 反正被這邊在想的就是 因為寫進去一張那個塔利木守護 守護者塔利木啊 所以還是要多少還是要防 所以 站在這樣的角度可能要交龍火藥水 因為這飛刀手還是蠻可怕的 對啊 就算不是塔利木 機械作戰也是可以製造出很多的傷害 看下兩手作為 因為現在你對他手牌一無所知 對 除了他把剛剛已經抽到的師兄們打下來 你知道他手裡一定沒有栽一隻小兵 不然他這回合就會下 因為還有一顆法力水晶 所以知道手裡不是小兵 好 那是不是要打一下 直接下廢輪的話就是 直接乃滿 對 當禁咒治療打 把你的怪保住 對 然後還有一個一一聖盾 然後可以解到佳麗森 不讓FIREBAY有抽牌的機會 這其實有點難耶 因為你解了佳麗森 你的怪幾乎就不見了 就如果進了下一張真的是法術的話 是法術的話 那好像 不管接哪個 都尷尬 都有不同尷尬的地方 一個是讓對方進牌 一個是你宣布小兵會不見 所以這裡的確是一個 可以想一下的地方 對 因為FIREBAY的卡札木 他面對你這種非常激進的快攻勝 他是不會有傷害用不完的問題 對他是不會怕跟你打到疲勞 嗯哼 對 必須趕快行動 所以 最後還是選擇解佳麗森 最後還是選擇解佳麗森 你看他抽到什麼 喔 二六嘲諷 二六厲害 什麼都不會夾 對 有沒有 這我們說了嘛 這個體質 我比你大 OK 我擋住了 好像打到無印的時候的感覺 對 就是一個白銀之手旗次 有沒有 四四代二二 好強喔 白銀四 哇 三四利怎麼來了 三四利也來了 真的 這個卡札木對上快攻勝即將上演 最後是火山之家老鼠 踢死一個聖騎士的故事 又是兩張王者都用了嗎 如果他這邊抽到的是 還有一張吧 應該還有一張對不對 如果他用到一張王者的話 是還有一點機會 因為可以反場 但是沒有抽到 對不對 那應該還是就是出了然後 然後按一個 對 對一家團聚 只可惜你不是DK的 對 也主要是中間兩個心靈尖效幫 算是firebag買到非常多的時間 雖然他打到 這個 油燈進入就是手牌 全部都打光了 但是現在他有了場 所以他就有說話的空間 對 血量還是他比較有優勢 嗯 中間 犧牲輪奶的那個十字滴血 一來一往還是有 非常大的差距 好 可以 這至少還是可以再幫你多抽一張牌 嗯 可以可以再過一張 因為他有沒有都用掉 所以不用防了 直接打臉就好了 而且如我所說的結局 對 有沒有 場攻起點叫殺 設定即殺 你要死了 好 尤其是這邊 有沒有王者 集結作戰還不錯 那先撞開一個 然後 先送掉一個 對先中一個 然後 集結作戰 還是他有什麼會影響 沒有恐狼喔 沒有應該還是送掉一個 恐狼 恐狼我記得都用掉了 兩個恐狼都用掉了 來看一下 欸 還有一個 你剛說 12345 沒死 這樣還活著 對對對 剛好就是一個 至少可以出個 狗頭人 漢谷玉子 就直接孵四個E 還是他這個銀幣是要留起來 側 可以選擇發反 難過 對 對 究竟是要下刁蚊呢 還是下這個 因為下這個學徒 就等於是直接被擺換了 嗯 而且 還有可能會幫助對方 呃 的坑道爐蟲 快速降飛 對 所以 把他被選擇打比較慢 就如果這裡剛剛是 密法學家 你一定是下 你基本23可以吃了 對面兩個E的體質 還是好不好考慮直接下 反過來掀起一個學徒 沒有優先戰場 沒有龍脈優先戰鬥場 然後學徒現在 也沒有搭配了降飛空間 對 然後尤其這邊就最大場攻嘛 1加1 嗯 然後也是幫助你的坑道爐蟲 可以更快便宜一下 好 哇 差1 真的是秘密法 對 滿守秘密 整套5個秘密就 差1張了 等等等等 再抽1張便養 這個大士 欸不是 我幾乎沒有 沒有看過比這個更糟糕的開局喔 就是把秘密都全部抽在手上 要我想想 那 對於Fireback來講 這邊 可以考慮學徒加雕紋 或者是蓋一個爆炸符紋 對 因為你不會想在這時候蓋法範 因為對方還有硬幣嘛 對 所以要嘛打法就是 學徒加雕紋看一張 看能不能找一個魔爆術之類的 不然就是先掛個秘密 靜觀 靜觀其變 嗯 先掛重複的秘密也是可以接受啦 然後又是一個 如果剛剛這裡最好的一手 硬幣撤掉之後 集結作戰是非常凶狠的 那可是這一回合沒有 那他這邊有一個很完美的可以破解 就是下這個玉竹 嗯 直接破解這個爆炸符 因為你完全不在意吃這五點傷害 尤其才剛開始而已 對 而且重點是 把場贊助 再加上你自己 等於是瓦安尼爾有百分之百的發揮空間 對 選擇是拿這個爆頭 這個的話 就可能他是在防變陽藥水 嗯 對 主要這兩個就是 剛好是一個取捨啦 對 那以機率上來講 我自己還是傾向下玉竹啦 其實我覺得玉竹被變陽也沒有到那麼快 主要是 變陽 第一個是變陽只有一張嘛 因為爆炸二的變陽 然後再來是 這個靈響或許的確沒有那麼大 對 嗯 好 好 發揮這邊還是很尷尬 對啊 他所有跟秘密搭配的東西 如果他在這兩回合能進的東西 進個小弟 進個 我想想看 進個小弟 起輪推也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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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